這是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是最能夠判斷 這一次的選舉 應該要選誰 因為馬伊朱公路 在我們台北市做了八年的市長 他做的四號之外 我們台北市 我們的市民總統 要大家知道嗎 過了八年的市長 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 我們的漸層圓環 從繁華到末落 到今天我們走過漸層圓環的時候 心裡總是有一股哀傷 有一股心酸 我們的歷史記憶不見了 八年的市長 沒有通過一條捷運 曾義進的大呼線 尤其溫呼線 也是他任內發抄的 他的任命沒有通過一條捷運 捷運的工程一再延長 臺北市是全臺灣最有錢的市長 可是基建中央最多的健保費 讓臺北市的市民 背負著一個欠債的民生 我們也看到九二一震災之後 那點中興大樓的重建 也是一波三角 這種效率 這種施政的能力 我們臺北市的市民 最清楚大家說 對嗎 在臺北 是我們臺灣的走散之區 可是我們看到的 也是屏幕差距最大的走敗 在臺北市 最近尤其是天氣比較冷的日後 大家是屏幕差距在地下行車場 我們看到那裡有很多的街友 就窩在那裡去了 讓人看得真的很心酸 前一陣子 我們還看到市政樓去灑水去驅趕 讓我們也真的很不冷氣 這樣的問題 在臺北看得見 在臺灣很多地方也看得到 統計數字顯示 臺灣現在的遊民的數字 是在急速的增加 這就是馬政府執政四年 造成社會的不公平 屏幕差距去擴大結果 如果社會不公平 就沒有安定 如果人找不到工作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不敢結婚 不敢生小孩 老人家也沒有人照顧 這樣的社會也不會安定 大家都對不對 現在的馬政府 沒有同理心 也沒有能力幫人民解決問題 我們留下來的記憶 還有一樣 就是政府的債務一直在增加 政府的債務 過去的四年 增加了一兆三千五千 到了選舉的時候 每天都花很多的錢來打廣告 馬總統懂得省自己的錢 可是他是浪費國家的錢 這樣的總統 就是應該讓他下來 只有改變台灣才有安定 換一個政黨 換一個走口 來帶領台灣 改變未來 才是台灣 才是真的安定 才是安全 下個禮拜六 要選誰做走口 是不是已經很清楚了 蔡英文主張 非核加油 讓台灣免於核災的統領 蔡英文也主張 讓我們 能夠有新的技能產業 讓台灣的產業 有新的契機 在全球的經濟體力裡面 找到一個有利的位置 蔡英文也主張 要在地經濟 讓年輕人 可以留在戶鄉發展 可以抵平全鄉的差距 蔡英文也主張 社會住宅 讓新水階級 不用再付 安慰的房貸 蔡英文也主張 非核用住宅 交易的十價課稅 讓有錢人 多聽一份社會的責任 大家都好不好 蔡英文的政府 一定會讓我們年輕人 沒有後顧自由 我們主張通通脫育 讓年輕人 可以安心的生養小孩 我們主張 加速建構 長期照顧體系 讓身體不方面的人 和老人家 能夠過得有 尊嚴的生活 大家都 蔡英文 不會喊口號 也不會說麻煩好 但是 我會很用心 把這些政策 移向移向的公司線 那個之後 台灣 就是一個 發展國 只有執政的失敗的人 只有執政的失敗的人 才會打兩岸安定海 馬政府 執政四年沒有政績 現在到了選舉 就用所謂的兩岸安定海 來嚇唬台灣人民 我們要告訴馬東頭 我們台灣的社會 我們人民 是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理性 選民有智慧 不會被區別 大家都對不對 沒有台灣人民的諷刺 兩岸的關係 就不會穩定 沒有內部的團結 台灣 也不會安定 所以 蔡英文主張 台灣要走向 平均美好 團結台灣的心態 大家都明白 對 我們要讓 好野的政黨坐下來 理性的合作 停止對抗 恢復台灣的原性 對外 我們要凝聚台灣共識 最為兩岸安定 穩定的基礎 為台灣爭取最大的機會 大家說好不好 過去的12年 政黨的對立 和政治的對抗 人民 真的已經很厭倦了 如果 我們朝陽政黨 可以理性的合作 台灣的競爭力 絕對會強化 絕對會成盡 所以 1月14號 政選之後 我們將推動協商勢的民主 組成跨黨派的大聯合政府 來安定台灣的政局 緩解台灣的力量 這就是第三次政黨 全新最大的意義 只有一個團結的台灣 才能夠面對中國 面對歐代的危機 面對未來的挑戰 台灣 不是民進黨的 台灣 也不是國民黨的 台灣 只我們兩千三百萬聯盟 共同有的台灣 大家說就這樣 馬總統 沒有能力團結台灣 只想和中國談求而共識 這樣 只會造成 台灣內部的分裂更不安 馬總統的完全之政 卻完全不尊重民主 不尊重國會 不尊重在野黨 不倾聽人民的聲音 造成社會更大的罪力 未來 蔡英文有信心 有最大的誠意 能夠化學朝野的罪力 我們也不會贏者全拿 我們會跟在野政黨 分享全力 也會團結社會進步的力量 一起來推動改革 建設台灣了吧 我相信 對於台海的和平 和兩岸的交流 台灣人民 一定可以透過民主的聲訊 來民進最大的共識 這樣的台灣共識 才是兩岸關係 長久穩定的技術戰 實戰 迎接朝野合作 正進是安心的性實戰 再過六天 我們就要迎接最後的聲明 迎接台灣的聲明 我們一定會贏 我們一定會贏 一月之上 我們一定會贏 我們要迎接的是 一個全新的台灣 台灣一個全新的改變 讓我們迎接 一個朝野合作的新時代 一個正式安定的新時代 一個風平生意的新台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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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蔡英文 要跟大家拜託 非常成本地拜託 我們台北市的立法委員 我們移運的七席的立法委員 我們這七席立委 都是最好的人 我們要在這裡 拜託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我們台北市的鄉親集團 今是我們七席的立委 都讓他們分立上全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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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